女人沾湿双脚踩进面粉 脚尖一挑一抹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 一勾一摔尖 熟练地获着面团 二摩双手扶住树叉 做着自己最拿手的麻花面 不一会儿 汉珠已经打湿了头发 那时候不少农村妇女 靠着这门手艺养活一家人 天微微亮 她才忙活完躺回炕上 没睡一会儿又被吵醒 邻居老王准备去城里送货 二摩想搭顺风车进城卖麻花 她之所以这么贫 是因为丈夫一次意外摔伤了腰 从此不能再下地干活 家里没有经济来源 只能靠二摩白天边框 晚上熬夜做麻花 来维持一家的生计 老王的媳妇胖婶 忍不住在旁边说风凉话 笑话二摩找了个不中用的男人 不像自己天天在家坐着 好吃好喝伺候着 什么活都不用干 要说老王也确实能干 靠着开大车拉货赚了不少钱 还买了全村第一台彩电 不少孩子抢着去他家看电视 二摩的儿子小虎 平时就最积极了 胖婶的话一下戳中了二摩的痛楚 他嘴上没说啥 但心里暗暗记上一笔账 就这样大车一路摇摇晃晃进了城 一个夏天他编了109个框 城里卖3块2一个 一共是348块8 老王还要继续忙着拉货 约定好下午会和一起回去 二摩就提着篮子 去百货公司门口卖麻花面 二摩勤劳能干 做出来的麻花又好看又好吃 一篮子很快就被卖空 约定的时间还没到 无聊的二摩走进百货商场 想要逛逛打发时间 只见一群人围在电视前 看得津津有味 但是放到最关键的地方 商场停电了 二摩有些意犹未尽 正好老王也回来了 两人坐车回到村里 胖婶说家里的猪突然不行了 二摩有些心虚不敢下车 趁着两人不注意 赶紧溜回家 回到屋一边数着今天赚的钱 一边念叨着白天看见的大彩店 二摩想买一台比胖婶家更大的 好好压压他的嚣张气焰 丈夫琢磨出点意思了 问他是不是把人家猪给要了 这时儿子回来了 饭都没吃就要去隔壁家看电视 二摩一把拉住儿子 不准他去胖婶家 于是晚上更加卖力干活 争取早日攒够钱买大彩店 这天卖完麻花回去的路上 老王说要请他吃饭 但是二摩闲成里餐广贵 还是老王硬拉半天 才勉强跟着坐下 看着热心快肠的老王 二摩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把心里的秘密说了出来 其实老王家的猪是他给要的 没想到老王一点也不生气 开玩笑说反正过年也是要宰的 两个人的距离也一下子拉近了 老王有些心疼二摩 一个女人不仅要干活 还要赚钱养家 不像自己老婆 一天到晚好吃懒做 回到家丈夫早早等在门口 他已经做好了饭菜 二摩不敢说出实情 只能硬着头皮吃下一大盆饭 老王托人给二摩介绍了个工作 去县城的饭店做麻花面 一个月三十块钱 二摩还想再考虑一下 毕竟家里还有个病秧子 可是刚到家 就看见丈夫正和人商量着盖房 明明是他辛辛苦苦赚的钱 丈夫花钱却连招呼都不打 二摩气冲冲地进了屋 丈夫面子下不去 两个人吵了一架 二摩决定去县城里打工 眼不见心不烦 第二天一早招呼也不打 就背着行李走了 城里是全自动化机器 干起活来轻松不少 但是这天货面机突然故障了 维修机器时 一个工人的手被脚断 好在二摩没有事 但是也被吓得不轻 大伙把工人送进医院 医生说病人需要输血 一圈人里刚好二摩的血型吻合 一开始他还很害怕抽血 看着这么粗的针管扎进手臂 吓得冷汗直流 可抽完血后医生开了张收据 让他拿去收费处领钱 二摩这才知道 原来卖血也能挣钱 这可比干活来钱快多了 他找到刚才的医生 要求再抽一管 但是医生告诉他 不能连续抽血很伤身体 拒绝了他的请求 刚走出医院 老王就拎着一袋水果走了过来 让他拿回去补充养 独自在家的丈夫不放心他 拖老王带他进城看望妻子 来到员工宿舍 看着十几个女人 睡在一个大通谱 丈夫不禁感叹 这城里人过得也不咋样 还不如他家的抗宽敞 在外面到处漂泊 连家里男人都不管 实在是不像样 可是二摩这么辛苦赚钱 也是为了丈夫和孩子 这件事后二摩不敢再用货面机 宁愿自己辛苦一点 生怕被机器搅断手 一得空他就去商场看电视 问最大的彩电还在不在 但是售货员看他的穷酸样 根本不带搭理他 买彩电的钱还不够 他只能先去集市 给丈夫儿子挑一身新衣裳 老板还以为他和老王是两口子 回去路上他们碰见老头碰瓷 一开口就是500 这是农村人一年的收入 无疑是狮子大开口 但天色已晚 老王也不想多争辩 只能掏出500打发了老头 这一耽误天就黑了 倒霉的是车还抱了台 一个急刹车 老王栽进了女人怀里 接下来的画面 大家可能不爱看 我帮大家跳过了 早上车终于修好了 二魔害怕引起村里人误会 决定自己不行回去 让老王在外面多绕几圈 等天黑了再回去 一到家就看见丈夫正在干活 吓得二魔魂都飞了 要知道以丈夫这体格 万一摔着了怎么办 他拿出新衣服给父子俩换上 然后去烧水做饭 晚上他睡不着又开始数钱 从那以后 他和老王之间愈发亲密 好像真似两口子 饭店发工资时 二魔发现工钱给多了 老板说这是给他的奖金 为了尽快买上彩电 他隔三差五跑去卖鞋 每次抽血钱都要喝三大碗盐水 他天真的认为 喝进肚子里的水 抽血就是一半盐水一半血 这天老王专程给他买了一箱面霜 二魔不知道面霜是干啥的 老王告诉他 这东西抹在脸上对皮肤好 却无意中发现女人胳膊上的针眼 才知道他又跑去卖血了 我没回啊 先喝的三大碗盐水 臭的一半是血 一半是水 以后你再买血 我打个女腿 老王掏出兜里的钱 要帮二魔买彩电 但是他说什么也不答应 老王没办法 通过经理以奖金的名义 偷偷将钱交到他手上 但二魔很快察觉到了异常 追问经理这笔钱的来历 知道了老王一直暗地里贴钱给自己 二魔不想欠别人人情 于是把老王约到饭店 点了一大桌子菜 饭管的人全说是你养着我 就我不知道 我养着你 我就是要养着你 他将这些日子里多出来的工资 分毫不差还给了老王 二魔明白这个男人的意思 但还是拒绝了老王的心意 他要靠自己的能力买下电视 二魔决定和老王划清界限 他没有再搭乘男人的车 当天自己步行回了村 他从饭店辞了职 每天都推着一辆破班车 进城卖麻花面 忙完又得给冰秧子老公熬药 他的日子好像又回到了一开始 二魔在家没见到儿子 丈夫说他又去隔壁看电视了 二魔气不打一处来 果然胖婶又借机嘲讽他 笑话他儿子丢脸 天天往别人家跑 死皮带脸蹭电视看 还笑话二魔家穷 买不起彩电 二魔拎着儿子耳朵准备回家 胖婶还嫌不够热闹 围观的村民都笑出声 二魔气得和胖婶扭打在一起 还是老王回来才平息了这场争端 女人拿起滚烫的擀面杖 在丈夫的腰上来回碾过 据说这个土方子能治男人的病 上次的是闹得沸沸扬扬 村里一时间谣言四起 都说二魔和隔壁老王不清不楚 为了不落口舌 二魔主动和老王避嫌 不再搭他的顺风车 见到他也绕道走 为了实现自己买彩电的梦 二魔每日每夜干活 晚上熬夜做麻花 白天拿去城里卖钱 接着又去县医院卖血 他把医生的劝告抛之脑后 为了医院得钻空子 他还想出一个对策 抽完一次血就守在医院门口 等值班医生换班了 他再溜进去挂号 这样一天就能卖两次血 很快他就攒够了钱 可是隔壁老王家却出事了 原来老王和城里一个女人有一腿 那个女人有家事 丈夫还是混道上的 被老王戴了一顶绿帽 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叫人上门把老王打了一顿 家里也砸了个稀巴烂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这点破事很快传遍了村里 二魔和老王的谣言也不公自破 就连一向不对付的胖神 都主动找到二魔哭诉 说自己当初冤枉他了 以为他勾引自己丈夫 才说那么多难听的话 二魔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自己对不起二魔 可是胖神嘴上骂着自家男人 等女儿喊他回家 说老王身上不舒服时 他醒了把鼻涕 还是回家伺候丈夫去了 其实二魔心里明白 胖神没有误会自己 只是他不明白 男人为什么说变就变 因为这件事 两家的关系莫名好了起来 胖神一改往日的尖酸刻薄 对二魔一家和气不少 还让丈夫带着二魔一家 一起去城里买大彩电 寒风里两个女人挤在车后箱 胖神笑着说不如两家结个亲家 正好肥水不流外人田 却不知二魔心里五味杂陈 望着眼前的大彩电 二魔掏出准备好的钱 终于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 买到了全镇最大的彩电 家门太窄进不去 只能从窗户抬进去 大伙都赶来看热闹 胖神煮好了饺子 叫大家一起去吃 还不忘嘱咐老王 帮二魔把电视信号调好 众人都离去后 老王背对着二魔 说了一句眉头末尾的话 二魔好像明白了什么 夜晚全村人都聚到了二魔家看电视 丈夫也仿佛找回来自信 整个人容光焕发 只有二魔呆呆坐在电视机旁一动不动 长期卖血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 他不是不想动 而是已经动不了了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 他付出了太对 可是这真的值得吗 也许只有他自己明白 他自己明白了